尊敬的师长先生 过位秦山委员 我们台上的 欣恩先生 诺克斯先生 豪斯女士 加沙利先生 拉玛拉牧师 大家早晨好 今天的圣会 我因为体力 还有这边一些工作的关系 不能来到澳洲 跟诸位共居一趟 那么利用远程的视讯 这也是我第一次 使用这个设备 我们感到很欢喜 很欣慰 去年年初 我在澳洲 沉蒙 澳洲的朝野 特别是 第一个 多元文化 和谐 示范尘 这一段事情 这一段事情 是我 将近十年以来 梦寐所需求的 没有想到 它能够落实 那 05年 我们在 中国 炉江 汤池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主要是 看看 传统的文化 过去 这些古生鲜血 他们关于 修身 齐家之苦 一直到和谐世界 那些 那些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效果 值不值得 我们现在 来学习 那么实验 成功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 成功 我们知道 中国人 对于传统的文化 疏忽 丢失了 将近两百年 而在日本 大概是 四百年 这是日本 一些法师 告诉我的 四百年前 日本的 四院安堂 都将近教学 接受 西方文明之后 他们 这个教学 逐渐就消失了 中国 接受西方人的 这个文化 比日本晚 实际上 从日本 传到中国 所以中国 也丢掉 两百年了 现在 世界问题 发生了 整个世界 社会 动乱了 地球 灾变 异常 人心 失去了 衣归 所以 许许多多 知识人人 都在思维 都在寻求 救世的 方法 早在 七零元代 汤恩比 波斯 说了 两句话 他说 解决 二十一世纪的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 恐懵学术 跟大臣佛法 详细内容 他没有讲 那么他说的 恐懵学术 大臣佛法 究竟是什么 能真的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吗 我们也做 认真的思考 我也访问了 伦敦 三个学校 牛津大学 剑桥 跟伦敦大学 跟他们汉学系的 同学 交流过 跟他们的教授 也交流过 我们交流 很欢喜 可是一般人 对汤恩比 的话 信心不足 这个是 自然的现象 我们能够理解 汤恩比 世界上 四个文明古国 只有中国 还存在 其他的三个 都消失了 南昆大的 教育长 前几年 我们在一起吃饭 那是学校 赠送我一个 博士学位 校长请我吃饭 他做北 他告诉我 在二战之前 欧洲人 确实 很认真地 来讨论 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中国人还存在 这个文明 还没消失 他的结论 说 可能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 这个结论 非常正确 中国古人说 子不教 父母不教小孩了 人心就坏了 家不起 社会就乱了 那么说这个家 现在人 很难体会到 因为中国的家 现在没有了 二战之前 还有 我还见过 二战之后 没有了 在中国完全找不到了 中国的家是大家庭 兄弟不分家的 我在童年的时候 十岁之前 我们自己的家 拜了 我住在我 姑母的家庭 我父亲的姐姐 他们那个家 是个兄弟 没有分家 这一个家 大概将近有两百人左右 所以它是社会组织 中国极千年来 社会长治久安 国家 政治能达到太平盛世 实实在在讲 完全是家的贡献 家都是大家庭 所以对于教育 非常重视 总希望自己家里后代 能够有真正的道德学问 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 这是为家庭增光 荣宗要族 这是中国人的伟德 所以非常重视教育 对于教育的智慧 教育的方法 教育的经验 特别丰富 中国人叫小孩 就叫下一代 是从怀孕就开始 那将就胎教 小孩出生 到他三岁 这一千天 这杂根教育 母亲八观 这一千天 对这个婴儿 婴儿虽然不会说话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了 这个智慧 古人很清楚 所以婴儿 从小 他所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的 没有 邪念 没有邪行 一切偏邪 都不能让他接触到 这一千年 砸下去的根 就非常深厚 中国古艳语 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三岁砸下的根 八十岁 到一生 他都不会改变 真受到这个效果了 所以在中国 列代 都有圣贤君子出现 这个对于国家 长治久安 安定和平 做出最伟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社会乱了 就印证了 子不教 人性坏了 家不起 现在 现在家不起 没有家了 我就改了一句 人不教 社会大众 不教他 社会就乱了 其实社会大众 还是在学习 谁教他呢 电视教他 网络教他 你看 哪一个人不看电视 不看网络 所以现在 网络 在引导社会 电视 在教育社会 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教的 贪嗔痴慢义 杀盗淫妄救 叫这些 这社会怎么能不乱 中国古社会的教育 几千年教育 只教四庄四庆 无能 无常 思维 巴德 就教这四庄四庆 这是四庄四庆 教好了 天下就太平了 人民真正幸福 大成交 也只有四庄 这真简单 大成交的是 舍山 六火 三学 六度 你看 多简单 如果 每个人都能做到 对自己来讲 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社会 安定 世界 活血 真能做得到 不是做不到 所以中国古人提出 建国军民 教学威胁 建立一个政权 一个国家 领导全国人民 什么最重要 教育最重要 这个 在上一个月 我在 马来西亚 我们过去在汤池做的事业 做了三年 08年 我们遵守 国家的政策 这个小镇 解散了 中心解散了 部分的老师呢 到马来西亚来了 马来西亚 非常欢迎我们到那边去 继学 办学 跟马来西亚 借的这个语言 非常好 我希望 马来西亚 有一千多个华校 小学 有六十一个中学 我恳切希望 这些老师 小长们 他们来发心 真正发心 就是一个人 专门学一部经论 中国这些典籍非常丰富 从哪里下手呢 从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遥 他一共是 在古记里面 选出了六十五种书 六十五种书里头 关于修身 齐家 智库 平天下 这些教诲 揭露出来 编成一部 群书之遥 那么这本书 马来西亚的老师 很努力 把它翻成一文 第一次 已经出版了 今天可以赠送大家 请大家了 多看看 那么群书翻成英语 预计是十年 可能会提前 我们希望这部书 供养全世界 这是中国人 解决今天社会问题 解决地球灾难问题 重要的文献 请大家多看看 多指教 我们共同努力 过去 我多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代表我们澳洲大学 知道 现代的人 我们只是说 没有真正东西让他看到 他很难接受 不容易相信 汤匙做的这个实验呢 就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才去做的 实验成功了 我们在联合国做了详细的报告 大家对这个问题 才真正产生兴趣 所以 图文八 这个和谐示范城市 真正做成功了 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业 这个要为图文八 这个要为图文八的同胞 庆幸 我们这一次没有未来 给世界做了个典范 这个小城 我们欢喜 我在那里住了十年 这个小城 十万人 有八十多个族群 有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 这么多人住在一起 能够相亲相爱 互相尊重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相合作 给全世界的人 做最好的母范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可以到图文八 来参观 来考察 来学习 去年年初 这些宗教领袖告诉我 我非常欢喜 所以我对他们的期望 希望一年 但是去年三月的事情 到明年三月 我们做出成绩出来 我说 我们再到联合国 做一次活动 把图文八 这个成绩 在联合国做报告 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 大家到图文八 来参观 来观光 来旅游 来考察 来学习 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 我们做的方法 不能离开宗教 这一桩事情 早在05年 我第一次 跟马来西亚前首相 马哈迪先生见面 我们见面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他说法师 听说你走过很多地方 也借识一些国家领导人 只是你看 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 这个提问非常因素 让我们深深感觉到 许许多多至死人人 对于社会安定和平 失去信心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这信心危机 当时我回答他 我说如果你能够把四桩事情做好 世界能够恢复和平 他问我哪四桩 我说第一个 咱们地球上 国家与国家 能够做到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第二个呢 政党与政党 第三个 族群跟族群 第四个 是宗教与宗教 这四桩事情 能够做到 和目相处 平等对待 这个社会 就可以恢复 安定和平 他听了 他听了我的话 态度非常严肃 说不出话来 我们沉没了五六分钟 我告诉他 我说是难 很难 非常记住 但是如果从宗教团结来下手 不难做到 不难做到 早年 我住在新加坡 零八年 不是零八年 九八年 九八年 九九年 两千年 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 把新加坡九个宗教 团结成一家人 新加坡的政府非常欢喜 宗教可以团结 我们做成功了 我陪同新加坡九个宗教 我们组成一个访问团 访问中国 受到中国 国家宗教局的接待 这十几天的访问 这一些宗教领导人 从早到晚在一起 什么话都谈 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 所以旅游是最好的教训 那平常这些人 过人工作都很忙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能够聚会 一年聚会一次 吃一餐饭 那是行事 而不是真正团结 在一起共同旅游 这才是真正团结 可能能做得到 我说这个话 马哈迪先生明白了 用宗教团结 宗教互相学习 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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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于过的 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带动这政党族群 都能够团结起来 但是还是要有榜样啊 大家最后相信啊 没想到这个榜样 我们图文巴的小城 这么多宗教领袖 自动自发的来提起 这个是 我说这是 神圣的安排 神圣的非悟 让图文巴 这些宗教联合起来 做好这桩事情 来拯救社会 来拯救世界 所以这个是 非常伟大的一桩事业 了不起的神圣事业 我年岁虽然大了 我听得很欢喜 我全心全力支持大家 我相信 我们能做得好 可是我们要记住 宗教要回归教育 这个两三年来 我过地去访问了 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希望宗教回归教育 这两年 我两次访问梵蒂冈 桃然主教 代替 教宗 接待我们 给我们举行 两天六个小时的座谈 他告诉我 根据他们的调查 最近这十几年来 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信徒 人数 逐数下降 一年比一年少 他们很担心 如果这样下去 二三十年之后 信仰宗教的人就不多了 那我当时听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要回顾一下 每一个宗教 最初的创始人 他是怎样创立的 怎样沉船 几乎他们全都是社会教育家 社加蒙尼 教学四十九年 穆罕默德 好像教学二十七年 摩西也有二三十年 耶稣教了三年 被人害死 通通都是教学 那么我们今天宗教衰了 大家不相信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们把教学束缚了 所以我曾经跟教宗建议 不但我们要教学 还要做榜样 我非常希望 就用梵蒂冈建了一个 天主教的圣城 让全世界到梵蒂冈来看看 这就是地球上的 天主教的天堂 把宗教的精神 宗教的文化 落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出来 让我们生活在宗教的 风味之下 生活在宗教的文化之中 这是最有力的宣传 大家看到这个好 自然就来学习了 每一个宗教都能做几个圣城 做几个示范点 宗教就能把社会 带回南丁和平 宗教一定要合作 合作一定要互相学习经典 没有成见 我曾经跟 马哈迪章老师 他是伊斯兰教的 国际的领袖 我说我读古兰经 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要不是用 最虔诚穆斯林的心态去读 我读不懂 我不能了解经义 我读新旧约 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我能看得懂他的经 我也能讲得出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不分彼此 我们肯定 宇宙之间只有这一个真神 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 在那个时候 交通不方便 没有自寻 所以真神在各个地区 必须要化身 分身 才能把这个教育推动 所以他要奢侈当地人的文化 风俗 历史背景 与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仔细观察 所有经典 百分之八十 相同的 方向跟目标是一致的 不同的地方 那都是生活不一样 不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呼吁 宗教 团结 带动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化解 从国人 到国家的 这些冲突 矛盾 我更希望 我们 澳洲 昆斯兰 图文巴的小城 能够真正的带动 我把这些 这些 事实真相 告诉 李温厚过的 这些大使团 因为我在 泰国访问 有17个国家代表 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我把这信息 告诉大家 他们非常欢喜 希望我们明年 在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再办一次 大规模的活动 不是很好 这个活动呢 就用图文巴的团结 图文巴的成就 作为主题 那另外 学习古圣先鲜的 现在这个 这人数 越来越多 也有不少团体 做得很有成效 我们不妨 多利用这个机会 在联合国传达这个信息 把人心唤醒 我们要重视教育 特别重视宗教教育 从宗教教育 能够扩展到 古圣先鲜的 族群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神圣的教育 这样才能够帮助社会 真正走向安定和平 化解一切冲突 让人民 像佛家所说的 真正利苦的路 破灭开悟 我相信 我们在座 这数多同仁 给我们都是 一个愿望 一个想法 我们共同努力 一定能够 做成功 做圆满 我说的话 就简单到此地 谢谢 大家 尽请大家 批评指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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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his wisdom and inspiration one more time.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panel members.